今早的AT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銀魚27日 選選原因是 澳門體育城市第70屆澳門格蘭胚治大賽車 在11月19日結束 根據花旗綜合市場的數據顯示 在11月11日起 連續兩個週末期間舉行賽車期間 高端中場客量雖然減少21% 但他們的總投注額 就是折合大約950萬港元 較2019年同期的日子高出超過9% 意味每個玩家平均投注額大幅上升37% 銀魚財務狀況最好 令他們成為業內最早恢復派息的企業 但長線增加每股派息的能力 還要看業務增長能否持續 銀魚六金沙兩隻藍籌號賭股 屬於業內兩大龍頭 亦同時兼顧薄彩和非薄彩業務的發展 花旗說到到訪澳門旅客對車廁品的需求強勁 在這個賽車舉行期間 澳門部分Chanel和愛馬仕分店外 都有不少人排隊救物 認為來自內地遊客在車廁品消費上 仍然具有韌性 花旗續指澳門各大場地正舉行不同的演唱會 與其對澳門博彩行業亦有推動作用 而首選是銀魚和金沙 中金組前發表報告說到 銀魚在第三季贏取中場博彩收入市場份額 而至今年第四季度至今 中場博彩收入已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110%至120%水平 公司總博彩收入的市場份額持續提升 得益於銀行路坦第三期啟用 和聲製酒店重新定位等因素 而銀魚公佈業績後至截稿為止 一眾勸商及與它的目標價 平均值是59.8元 交銀魚上星期收報43.35元 高出38% 投資者適宜趁它的估值未盡反映時 作出長線吸納 建議投資者不妨等待銀魚回到43元吸納 初步看50元關口 跌穿38元便適宜止虧 後方便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